我在外面商业界的朋友问起来 没有人去谴责郑文燦 没有人去谴责郑文燦 全部在同情郑文燦 这点可能赖清德只要知道 都在同情郑文燦 郑文燦贪污很可恶 可是大家却是同情他 同情理由有几个 第一个理由说 这么几十亿的案子 郑文燦才说500万 良心价 不是良心价 这个简直是民进党最清廉的政治人物 他说 郑文燦从来不会开口跟人家要钱 你送给他 他不会拒绝 但是他从来不跟人家开口说 你要多少钱我在帮你忙 第三个 任何人有求于他 他尽全力帮忙 不讲价钱 那赖清德如果这样玩的话 他背后底气是美国 我们刚才谈了很多 背后底气是美国 还有就是他认为北京是软弱的 所以他的底气越越强 下一刀 砍向民进党的派系会往哪边砍 比如说陈廷飞已经被记起了 那还会再怎么砍 再来是对于蓝白会有如何的冲击 民进党只要内部呼喊五皇万岁 大概就没事 对 赶快投降 对赶快投降 阴系的 当年得罪他的人 要么就自动离开政坛 要么就乖乖臣服 那就没事 然后再来就是 跟他对杠的这些蓝白两党 大家皮绷紧一点 尤其是马英九 皮绷紧一点 我要特别谈这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两岸关系 跟台湾的内争关系 是交织在一起的 是交织在一起的 所以很难切得开 但这美国因素在中间卡着 这个真的是一盘 很难处理的大棋 对 那对于这个台湾老百姓来讲 就是见风转舵 这个 这个 草上风 草跟着眼 风行草眼 上行下效 对 这个 这是果权性命于乱世 不求文打于诸侯 你只能这样来看待 这个台湾的一些民情的反应 而且 至于说我来回应一件事情 就是赖清德处理 郑文燦的事情 我在外面商业界的朋友问起来 对 没有人去谴责郑文燦 没有人去谴责郑文燦 全部在同情郑文燦 这点可能赖清德只要知道 都在同情郑文燦 郑文燦贪污很可恶 可是大家却是同情他 对赖清德下这个横索 没有大表赞成 没有 没有人去称赖赖清德 对 没有 商界的朋友 也没有说他坏话 OK 就觉得同情郑文燦 他同情理由有几个 OK 第一个理由说 这么几十亿的案子 郑文燦财 说五百万 良心价 不是良心价 这个简直是民进党最清廉的政治人物 你懂我意思了吧 这个是真的一个商界大佬跟我讲 哈 这么多他才收五百万 我会民进党最清廉的 意思是民进党其他人不是这个价 我觉得我们聊天室应该给我们蔡博士刷个77777 真的是啊 太六太六了 这句话是很经典的话 真的 其实我后来也有想到这个问题 对啊 我说给这个几十亿 他收一千万我就觉得很少 对啊对 那第二个 他说郑文燦从来不会开口跟人家要钱 你送给他 他不会拒绝 但是他从来不跟他开口说 你要多少钱我在帮你忙 第三个 任何人有求于他 他尽全力帮忙 不讲价钱 怎么有点庆亲王的风格 对对对 一点都没错 所以他在商业界的风评是非常的好 还有呢 很多商业界人士 企业界人士在桃园地区 他就讲 或我以前 我这样现在讲没关系 以前碰到你们国民党还指着我 国民党的县长 后来变市长 对 后一件事情 三凹四凹 怎么搞都搞不成 那郑文燦主动帮我处理好了 对 而且不求回报 他也不晓得怎么报答他 所以他竞选连任的时候 包个大红包给他 或者他妈妈过世的包个大白包给他 就这样子而已 他觉得 他认为 民进党的官员 如果没有像郑文燦一样 那企业界的发展会更好 我听到了我都 哇这个是跟媒体版面完全不同的一面 我觉得 这个人家说叫郑文燦是当代和声 我就在侮辱他了 因为和声就是大钱小钱什么都贪 贪到这个被家庆给整治 可是我觉得他比较像庆亲王 就一边贪慈禧来拿他每一辙 慈禧就叫他退休 庆王你给我退休嘛 庆王打死不退 然后慈禧还没他的皮条 因为庆王是广捷善员 家里摆四个大纲 照价码标示 郑文燦人标示不是随意 相有钱 他是比庆王还进步啊 对相有钱 随喜 真的随喜 随缘随缘 所以当年庆亲王益匡 叫庆祭股份有限公司 他这个比庆祭股份有限公司还厉害 他这个是阿灿庙 所以我问过 风评非常好 灿王庙 因为企业界有企业的逻辑 是不是因为风评太好 所以才现在要被 你这样是阴谋论 八协网就要被整治 他是八王爷吧 四王爷要整顿八王爷吧 民进党交识我懒得管 OK 好 这个我们今天聊得很精彩 那我想大概帮大家梳理一下 今天学长几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说 应该不是阴谋论 川普枪击案 不是Q安隆 也不是 不如安隆 对就是一个孤狼式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孤狼 不然目前的话 就是说他就是个枪手犯案 他是基于他的意识形态 而且痛恨共和党 痛恨川普 对意识形态的犯案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川普这一次下去 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这个霍府通天了 可能会造成 从这个欧巴马之后 第一次的完全执政 对对对 那第三个对台湾来讲 非常的危险 因为川普会更加粗暴 而且会更加的直白 直球对决 大陆的皮要崩紧一点 那第四个 要准备像那个攻击 像竖起毛来战斗 不要躺在那边睡觉 那第四个影响的是 赖清德会越来越欢 因为他觉得他底气更足了 然后对岸更加的软弱 然后川普给了他更多 这是赖清德的想象 这赖清德的想象 那到底会不会成功不知道 但是危险是有的 然后呢 这个第五个呢 就是对 每一样都很危险 每一样都很危险 没有错 第五个呢 就是其实今天台独的 这个局面跟局势 很大程度是对岸的 衰竞政策 对台独的衰竞政策 甚至是笼络政策的造成 对 没错 我同意 那第六个呢 是这个关于 大陆又要讲的时候 甩购 大陆网友会说 我甩购给大陆 这真实的状况啊 还用解释 那最后一个就是讲到 刚才讲的 这个内部整肃的部分 结果这个赖清德 当然会加到力度 可是有趣的是 民间竟然是同情郑文财 对 那这个是一个地雷 对不对 这对于未来赖清德 我不晓得 这种同情心能撑多久 OK 但是你看到 有没有恶评 很少看到 从网路上 政治要斗嘴 他没有恶评 所以赖清德 能不能一统江湖 在这一波里面 目前可以 目前还是可以的 那蓝白 目前还是难以抵抗的 蓝白基础比较脆弱 比较脆弱 不晓得能不能经得起考验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 AB克菲尔益生菌 韩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著名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 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计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 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 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贝塔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基础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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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